将士们,随我冲,只取敌军霹雳车阵,摧毁一车者官升一级。 公孙瓒藏不住了,如今齐军士气全无,竟还妄想冲击我军霹雳车阵。 袁绕,廖才,也二人领异军去支援此效。 遵命,打大哥。 主公,加官敌军数量,其已是倾巢而出。 看来公孙瓒是打算破釜沉舟了。 公孙瓒徽下将士士气一米,与九战不利,若是他铭金先退,夺等不保徽军持续,追击公孙瓒。 奉效此言大善。 原本以为,公孙瓒军已经没有什么士气可言。 然而,事实却戒然相反,那些士族异常凶猛,在公孙瓒不计损失的攻势下,直至棒,作为防守方的曹军都已损失过万。 没想到,他们竟然还有如此战力。 公孙瓒又要增兵,此刻不思退,反倒要增兵,莫非他当真在这要与我等决议死战不成? 你能增兵,我方其实不能赢。 你肃其快马赶至清河边大赢,成我令鱼虾太守,令他增兵一万只前线。 得六。 公孙国规,我看你如何支撑。 为何公孙瓒死战不退?终究是他下了决心,要毁掉霹雳车,还是并有目的。 什么?你说公孙瓒拼命攻打曹仁将军驻守的霹雳车阵? 前线可是足足有三万士族啊,这才打了一天就要增援了,公孙瓒疯了不成。 是呀?先生,你是不知道那战场上都看不到正常颜色的泥巴地了? 军情紧急告诉孟德,离点将军会点骑兵马去增援,入夜自食之前便可赶到前线。 得令,先生,我先回去复命了,制裁,你如何看待此事? 是若反常必有妖,我等静观其便即可。 我总感觉有哪里不对,最近总是有些不好的预感。 若是公孙瓒破冠破摔倒还好,就怕有问题。 嗯,守人说的是,我俩需得好好谋划一番。 夜间,离点所率援军准时赶赴曹曹楚,而郭家看着这些援军却陷入了沉思。 凤相,关你神色不对,为何? 李将军,你前来之时,守人可有对你说些什么? 先生不曾对末将说些什么? 大人,公孙瓒又领军出营了。 什么? 这老匹夫当真不管士族死活了。 主公,家始终感觉今日之事甚是蹊跷,公孙瓒不顾手下士族折损强攻此处。 难不成真的为了那几十余架霹雳车? 想来是公孙瓒心中不愤。 与我等于私往后,一平高下吧。 公孙瓒这般拼命,想来是另有目的。 另有目的,能让公孙老贼遮损两万士族来达到此目的。 看来老贼所图甚大。 主公英明,公孙瓒所图。 甚大。 军,军师,你看着我做什么? 卧槽。 糟了,我等大爷,快,快及行回呢。 主公,若是如此,恐怕已经来不及了。 我等赶回去,最快,也许明日天明时刻。 那守人和制裁还在大营内,若是,若是。 以守人和制裁之志,定会有所防范。 我等不可先自乱阵脚,主公可先派荆棋即行回大营。 若真有不测,先接守人与制裁离开。 守人,制裁,此番能否战胜公孙瓒,只看你二人了。 此处便是阅马剑,为戒桥清河岩段最窄处,只要渡过阅马剑便可只取曹军大营。 果然是一处险地,虽名为跃马剑,但这宽度,马匹无忧可能跃过去,河水更是汹涌,若非输水之人不可过也。 故而曹军因为在此地设少侠,我等只需渡过眼前这关,便可力不是之功。 皆主公一时说了,无论生死成败,我等皆有重赏,驻军只需全力便可。 此次,应是我最后一战了,无论生死,皆是为了报公孙瓒之恩。 师父,云明白昔日你对我说的话是何意了。 云,我要走了,我不明白,我们杀的是作恶多端的山贼。 师父为何因此事赶我们下山?我要去眷城投靠我的叔父,跟我一起去吧。 蓝,我不能走。 若是你要下山,便来眷城找我。 就这样,赵云在骑师父,人称枪神散人同渊的屋外,跪了三天三夜。 你为何不走? 因为徒儿还不曾得到师父的原谅,武学之道为大成之计起了杀心,便落了下城, 很难再领悟武学的真谛,你,太可惜了。 师父,徒儿敢对天发誓,徒儿杀的都是该杀之人。 你不明白,起来吧,从明天开始,我来教你白鸟朝皇枪,学成之后,你别下山去吧。 如今你赴已是,就由师父我给你取字吧。 既然你名赵云,龙从云,古随风,你的就叫子龙吧。 多谢师父。 下山去吧,莫要再回来了。 师父,这几年徒儿一直未曾想明白,山贼毁了我荷兰的家乡, 娟儿也是被逼迫的投和自尽。 我与兰为娟儿报仇,为家乡父老报仇,难道错了吗? 至上本就没有善恶对错之分,你心中的疑惑,只能由你自己去寻找的案。 若是没有公孙赞,若是没有原本出,赵将军觉得还会有此次争斗吗? 先生,你解开了子龙心中的疑惑,此次便是战死亦无憾惹。